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y Money 看到市场因为腾讯收低点 也拖回市场 腾讯刚才最低274.4 现在271.6的位置 大市方面现在跌77点 25323点 是不是到了定 我们找来阳子熙Hari和我们聊天 早上阳子熙 早上 早上 科技股天天洗一只 现在洗732出了刑警 或者信你 但是腾讯都休息 市场是否去到254.4 这个位置真的要回一回头呢 暂时我都觉得要休息先 如果你计算 今次有得回吐下去 25,000点以下的话 市场才有点力 或者健康点再上 不然的话 一尾这样冲上去 我就很害怕 六月了 因为本身 你看 因为我很久没有看月线图 有人提回我 看一看月线图 一直看恒指过往的历史 看到尽了 看完全部月线图 其实我发觉 就是连续升六个月以上的机会 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你计算 不要只是循循统计学 我又不是那些 升跌升跌 今次 今个月升下个月是跌 我不是看那些东西的 但是 如果你看基本因素 企业的业绩 第一季是好 但是中国经济又不是真的 领得那么重要 你看到很多见顶 这方面来说 你推动到大市的股值 是不是纯粹是靠资金流 因为A股没得炒 所以涌下来港股 单纯这个因素 你是否看可以推到上去 两万六千点呢 又未必可以说得通我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先透透气 你看到很多股份都开始弱下来 科技板块就吵架了 大家都变了结构资料 都问过深圳的钱 怎样去看 因为其实这些浸 很多是他们很疯狂地炒上去 大家一听到小小的消息 其实就不是说有什么大不了 都沽得很厉害的 比如昨天那只698 其实你说在消息面上 我最初我WhatsApp收到的时候 我以为有沽空报告 找了整个小时都没有 原来是有某两个客人 说可能会有机会 cut down 跌跌两成多 大家对于这类别来说 股份戒心很重 所以就算你说昨天 比如金山元件的业绩都叫了好的 你其实资金都不敢用进去住 所以这个部分板块 整阵科技股全部 带领市上来都要透气 甚至有少少散水味的话 市我觉得暂时 需要有少少回调的幅度 好啊 如果回呢 你觉得会 我又觉得不会回得很多 这些水平呢 才可以再买货呢 我会试一试 譬如说两万 看一看两万 看那个零有多少 今天我稍嫌它跌跌都不太够 被人撕柴都可以跌到六十点 我觉得大家要计算数 你不要看少 譬如目的这样 你降了一级 其实那个影响是无关事的 中国那个评级目的将来由AA3降到A1 是 按照道理所有企业都要计算一次的 你见其实内地A股是有些反应的 我反而担心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两万五千点左右 是按照开始站得定的 那你是不是捞一些豪土股 又或者一些二线内房股 这个就比较进取一点的 二线内房股是对这个息口 好 息口是敏感的 你现在被人撕柴 所以这些是比较进取一点的 这样去看 我会觉得可能相对于 你就这样骂一些 譚信那里面的股份 那个直播空间会大一点 是啊 不过骂了不升 要等一会儿 是啊 要等的 因为我都等了三四天 他都不升 比较多了 因为上一次 他突然间 就是内房股这样爆的时间 恒大又不敢占手 那一下 但恒大其实是升最多的 那当然是文化上一潮 升最多的那几只 你知道现在只是炒强势股的了 所以不要打算追落后 我看到今早 几间大行都有出内房股的报告 有些看好中国海外 虽然不走的 但没办法 那二线那些呢 有看龙湖 960 碧桂园 都有 另外甚至亚居乐 都有人看的 那如果是 应该是选哪一只呢 如果是这样 内房股呢 我就 我几认同你选强势股 因为呢 就是这一阵呢 你蓝筹股也好 其实很多坊败也好 你很容易满仓踏空的 你要选强势股才升得正的 那如果不选恒大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看一只融创 多些估计 1918都ok的 1918都 那你今年呢 自从一月开始 我看到那些合约销售 叫做好一点 那你不需要看它去年那个业绩的了 因为呢 就是大家抄为抄今年的情况 那就是 那接下来呢 他又见到 就是暗一点暗一点 可能拿来到时网的那个控制权 那为什么要抄他到时网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抄他这些地的 不是抄他本身的业务 那所以呢 你曲线呢 一煮了的话呢 拿到那些土地处备 其实呢就有得玩一下 那就是有些股仔去炒一下 那反正呢 你见呢 就是如果你买强势股 譬如买三分里那只 或者买融创 那你都是害怕的了 哇 就是这么高的那样冲下去 但是呢 你纯粹是博一下 就是消息面上面丰富一点 当钱回来的时候 就是通常是下午 突然间两点 有些钱冲进来的嘛 那这类别的股份呢 可能呢 会有多些资金来留意 是啊 8个月买到上8个月4日 之后就放下来 可能两毛纸又不够位吃 都挺灰 但是我想知道 譬如科技股这些呢 就是是否要直接用瘸器来形容 就是不要搞 完全 因为你看到腾讯都开始 其实都真的 就是了 就是高处不升寒 这一句是相当之适合 那如果要骂的话 是不是不骂这些 骂一些旧经济的股份呢 旧经济股份 是会多些资金留意的 因为呢 就是先前那一阵没有炒得那么厉害 那你很简单的logic 觉得那个合纸 两万五千点 有很多股份都应该可以炒上来的 如果那个气氛是好一点的 所以呢 就是现阶段 就是科技股 我觉得呢 其实反而呢 大家正在审视着 你的仓里面 究竟有些什么股份 会稳定一些 因为呢 比如手机设备股 大家觉得唯一稳定的 都是2382 其余的手机设备股呢 其实呢 你见那些订单 或者那些业绩 走样走得很重要 其实那个讯理呢 真的会吓死人的 如果你说呢 就是上年呢 我见瑞讯 Jerson十几份微博唱好它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就是那些本身 那些OLED的订单 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呢 就是出来呢 大家会有一阵 就是回吐力很厉害的 而另外 就是如果是科网类别股份 比如软件类别股份 大家就不敢动着的 所以呢 如果你说呢 真是纯粹 我怎么都要买科技股的了 我很硬的 那你可以试试一些游戏股的 游戏股呢 那些游戏股呢 至少你每个月 都有一些 譬如FN 哇 纯粹有些四件 是啊 现在是很厉害的 好像外面那么大雨啊 是啊 游戏股是OK的 就是你可以等它回一阵之后 试试反弹 但是纯粹是短炒的 其余的 就是科技版法有多种 我都不敢握住了 是啊 有人问732 指不指蚀好 你看到它出刑警 你觉得 732 是不是应该立刻丢掉它呢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钱卖 它又没有说 但是去到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分手而后快 那一只 你见 如果你这样 你破了底 但是现在又在低位上升了一毫子 是啊 你可以等一等 看它会不会回升 或者如果你说 你趁反弹走了它 如果你见它明天完全不弹 还要多4-5%的话 就不要管了 寧愿止蝕 找其他股份可能快 要不然你又要跟它 但是多捱一两季 看看业绩会不会好一些 你多一两季 捱多一两季 捱多一两季也受不了 是啊 捱多一两季 哪是小炒王 你不是看小炒王 你去看其他股份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这里问我 我就建议你 你看多一两天 好了 见它不弹就走掉它 它两个六毫八又不是很高 就是输两毫子 算是这样的了 输两毫子算是小洩 如果今天这样的风雨飘摇法 是输两毫子就算是这样的了 它现在倒退7成的 嚇死人 它上次的附属公司 已经拖着它后腿 这次又来了 那间店不知道要填多少 才减少 它是要投资下去的OLED 你很长线地去看 因为整个地球只有三星中在做 如果你说投资到 搞得好 你来两年之后就很煞 但是在两年才算 现在大家害怕的时候 不如就走它 先看看 是不是今天除静 应该除静了 因为我今天就 是不是今天除 我看不到732 是不是今天除 这个报价机真是击死 如果是你收了息 你自己就可能都差不多 在这个位置就自己想了 原来700的沽空比率 是近十个月来的高位 是 是的 那么夸张 如果是比 那当然是对 如果是去到这样的水平 是吧 但是沽空比率 其实都高了很久了 本身 我看它10%以上 都已经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单凭 純粹看沽空的角度来说 其实因为有很大直博空间 你这样升上来 跌回10元 你沽空了很爽 但是究竟摸哪个位 又或者 究竟是20%的沽空率 还是21.2%的沽空率 它本身的腾讯才会跌呢 你不知道 我觉得你看看不如的气氛 会好一点 所以 现在单凭沽空比率 我觉得是一些 新闻的三斑 就多过 真是沉迅突然间 市场推起得很厉害 所以暂时来看 你看到今天 其中一只 但是其余些 其实市场是有些钱 在炒一个类别的板块 就是一些运改类别股份 因为你直接看到 有些股份好像不理市 气氛其实今天都弱了 譬如7-6-2 你见到 其实招行的财困 这些因素 是啊 昨天已经爆到陷 还有内银股 你又怕那盘贡献不行 你本身那个傻子 是这样抽上来 又怕加息 又怕倒挂的情况 没理由这样升 所以是有些背后的因素在 跟不跟炒呢 我觉得 你都是看很短的 因为是否真的运改 你不知道 还有搞多久 海燕兵那些都是搞一阵 一两天 还短了熊安新区 今天那些海燕兵已经不燃了 所以 雨淋湿了 所以暂时就 就是给一点点耐性 就是听到这个节目 不是很多组织 带到给大家的 炒是炒一些比较小一点的 你个别跟回故事 但是大肆的气氛 应该要酝酿回调先 好 好了 和Harry谈到这里 帮我回答了很多问题 多谢你 下次再和你谈 下午 下午 Harry都很喜欢 发送最新资讯给我 看看现在市场 在搞什么 提醒 732 是今天随正 但只有2仙 2.6毫买 2仙 2.4毫 加上2.4毫 都是输2毫 2仙 真是九牛一毛 好笑 不知为什么 在我这个位置看不到 接着我要开电话 又看到了 这个随正 不知飞去哪 多谢你提醒 好 另外回答一些问题 我其实有些股份都没有指 譬如昨天966 就是中国太平 20.2和20.4都有买 现在是20元的水平 我觉得其实都是输2毫 至4毫左右的空间 但是是否市场会回调 不是那么短印 966和2318那些 真的升了两天 那麽快就玩完了 那是否真的呢 我就会以这个位置去留意一下 就是给一些时间自己去想一下 就不要说在这里就立刻去指了 因为一指了去真的反弹 我就惹了 那我就计回 它之前在5月18日 966最低就扯过去19.1的位置 我用那个位置做一个止蚀的水平 但我目标就继续维持在22元那里 上网是2元 下网现在是9毫左右 我就做一个这样的 range 因为我又不觉得市是很差 虽然科技股是回了可能是有些调整 但是我觉得保险股是刚刚冒起的 我会捱一捱的 如果19.1就输9毫 输1元给它 但是如果我是博的 博到22元那里 就赚成一个多两元 这个我的考虑 大家可以想一下 合不合你们的心态 然后3993又是昨天突然想着正 2.66 然后它又回到2支 今天又出了1支阴烛 去到2.51的位置 按照这样看 我觉得我会先放一放 因为我是2.58买的 2.51完全跟我的止蚀目标完全不到 如果买股是买到这么船头惊鬼 船尾惊刹 就不适合我的风格 我就不会在这里定一个止蚀 最多我定5月18日也是 5月18日的低位是2.36 大家可以看着那个位置 去做一个止蚀的定价 在这个位置 市开始回市的时候 买了之后 是有点削的 但是你不知道玩得这么短印 也不是买了什么老千股 都是大股 所以我觉得我会忍一忍才赢 如果不行 才交出来 顺利挡回2.48买 你可能可以平手走也可以 输1毫子走也可以 另外很多朋友都问 海底撈走不走 好像弱了一点 现在1579是去到3.75的位置 我很多 其实很搞笑 有个朋友 其实他有一些公安概念 原来他的店铺 在那边是相当之大力发展的 我又给大家一个止蚀定位 因为市场炒得这么短 比如说Hari刚才 其实他很喜欢科技股 如果大家有记忆 他上周还在说科技股 但是突然间遇上这些 科技爆破 沽空军的襲击 没有办法 成形地都要走去止 帮大家做一个安全网 我又不是那些不给目标价 不给止涉价的人 因为我始终觉得 赢就是赢就是赢 如果要走 就分手要狠 就不要磨碎那一只 有小才再追 虽然你说有小追了 但是他比较不肯走 你也是要忍 市场去到这些顶位 是欠了一些动力 但是是不是要去沽 比如说腾讯我不会去沽 所以这么强势的股份 一沽就选手 所以做投资是很不容易 我会订回1579的指涉位 在3.67那里 但是因为这些是概念股 其实我自己会放得软一点 即是逐步看 如果穿了3.77 我才会通知大家 因为其实都比较干货 那里 好像说街市那些干湿货 另外966乘搭了 358呢 我就觉得不要冲 因为我始终觉得龙头也是3993 对了 加上我之前说的消息 即是台湾那些半导体公司 接下来会用 代替一些铜的材料 用菇来代替铜 所以我就不会选择358 你看看358又回套 回1% 做的是11.48 下跌的是毫6指 我觉得不是一个捞货的时机 另外517朋友就问 好没有等他派息 好记得517就三个半推介 博他派特别息 他是派 不过派很少 7日之后终于派了 派1毫子 派10.5先 我就觉得 你随你喜欢 因为其实 你现在是输2毫子左右 最多都是输3毫子 因为最多都是3.6 如果输3毫子 我就觉得不算是一个很深的调整 其实他还在拥有64亿多的现金 不过大家觉得他派得少 这意思 派得少 但是好不忍呢 现在其实走势 就真的不是很漂亮 说真的 我觉得你如果撑不住 他还不肯出洋竹的话 你就不要忍 如果不是 我就觉得其实可以想想 派息之后 看看他有没有势再上 现在是3.3 暂时是没有起跌 看到这里 下跌91点 25313点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和欧元一心我聊天 稍后回来聊